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训练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前面咱们用过文件来处理绘画信息 对不对 又用数据库处理绘画信息 这两种方法都实现了 那么Session的这种机制和ManyCatch 就是内存那种存储机制非常的像 所以这节课咱们用ManyCatch来存储下绘画信息 这样的结构和ManyCatch是非常的融合的 对不对 也是最完美的一种 我个人认为 好多公司除了用文件的小项目 一般都用文件 没有标改 对不对 稍稍大一点 都会用数据库的内存表来存30信息 用ManyCatch也有很多公司在用 对吧 所以咱们就得看一下ManyCatch这种存储的机制怎么弄的 首先我们把原来项目打开 我们把它并存为一份 对不对 给大家留一份 WDBSession.class.peerb 对吧 然后我们还是在基础上 我们去改 然后还是用这个测试 并把它用在我们的项目上 好吧 看这里面这些像PDO什么的 我们把PDO改成ManyCatch就行了 对不对 当期时间我们就可以不用 最大生存时间留着 IP这些我们都不用 是不是变得简单一点 然后PDO这里边 我们只要它存MemCatch ManyCatch对象 对不对 Mem 只存以存ManyCatch对象 别的不想存 Sep Mpem 这话我们开始长出来 Mem 其他的不要 IP这些我们现在也不用 好吧 下边这几个留着 这样的话 死大解构是不是就好了 然后其他的我们这里边方法 因为都是ManyCatch的方式 所以把这些复杂的去到 你看数据库写的写这么多料代码 对不对 你看ManyCatch的时候你就知道 什么就得简单了 好 所有的方法是不都轻松了 只需要我们穿一个ManyCatch对象 我们在程序里边就能用到 ManyCatch对象去处理 往内存里边存写绘画信息 对不对 首先当然了 我们为什么没有直接在这里边连接ManyCatch 因为为了跟项目全局配合 对吧 有可能你项目的某些地方已经连有了这个对象 这传进来就能借助用 对不对 然后项目里边添加服务器 我们这里边跟着添加服务器 对吧 所以没有必要说在这里边去连接ManyCatch 还是跟数据库一样 在外面连接 那我们这个项目里边 暂时现在没有连接 那我就直接在这写了 创建一个ManyCatch对象 等于有一个ManyCatch 对吧 然后我们添加服务器 现在我的机器和妹子的机器 两个机器现在都在开启什么 都开启了ManyCatch 对不对 那我们M 添加 创建 对象 然后添加两台什么 ManyCatch服务器 当然了 你有二十台也是一样的 对不对 然后有ADDN SOUL这里边 先添加我自己的 Localhost里边 11211 这是我自己的吧 然后添加妹子机器 作为ManyCatch服务器 妹子的IP是多少 137 192.168.1.137 对吧 然后11 11211 这样到两个服务器 是不是都添加上了 对不对 创建ManyCatch服务器也添加上了 然后我们这里边 只需要把谁添加上来 ManyCatch 然后数据库这话 我们改成ManyCatch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类名我们这个类名 实际得改成ManyCatch 对吧 那现在我们主体结构 就全改过来了 现在看一下 我们如何去写呢 有SID的 有数据的 如果我用这个SELF里边的 MEM ManyCatch里边的ADD 对吧 会有一个问题 什么呢 如果重复的 键是重复的 咱们键就选择 ManyCatch不就键和值吗 如果键是SID的话 每次有这个的话 咱就不会把新家的数据写进去了 对不对 所以咱这会要不用SID 要不用REPAC 或PS 相当于别名似的 选择一个就行了 SID 对吧 第一个键就是SID 对不对 第二个值就DATA 第三个是压缩 第四个是时间 对不对 看一下 我们 打开手上找一下 MEM 写这 ManyCatch 然后找一下SID SID这个参数我们是不是用这个压缩 拿过来对吧 0表示永远不过期 是不是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我们只需要这一条一句 就可以把绘画信息 写到MegPage里边去 对吧 那我们试一下能不能写进去呢 我们这话四个参数都写了 都有了对不对 我们打开test 只需要往里边怎么的 写一条消息 对吧 看能不能写进去 我现在访问一下 现在只有写没有读呢 对不对 http localhost里边的test.prd 没有任何提示 但是我们看写没写进去 只要看到那个sizeID就行了 对不对 太长了我就不敲了 teronet localhost 11211 对吧 stts 咱们可以使用stts i-t-e-m-s stats i-t-e-m-s 看下选项 就说sts it-e-m-s 没有找到那证明我机器里边没存 是不是 那看一下 QIT 切除一下 看一下妹子的机器 对 192.168.1.137 对吧 STATS STATSITMS 看一下妹子这里边有三代标识号 对不对 然后STATS DUMPCCHE 然后三代标记名 就成功 说错了 是STATS CCHE DUMPC 然后三 你看 这里边 你刚才是不是又访问一次 所以这里边有两个 都保存到妹子的 Mamacar服务器上 对不对 如果更多人访问 我们两个机器都可用 因为我机器现在开了好多软件 所以负载比较重 所以都跑妹子机器的位置去使用 对吧 这样的话我们就 Mamacar存储 是不是成功了 对 读取数据 也变得很容易了 比如说 瑞兰 我们只需要用 SELF数据 等于用SELF里边的 Mamacar 里边有一个GET 对吧 我只要传一个三线ID 是不是就能获取数据 对不对 然后 如果 EMPTY判断 数据为空的 我们直接反过什么 稍稍判断也行 反过空做事 对吧 否则我们就反过 DAT 是不是就可以反过这数据 对 那我们再试一下 在太子里边 我们把这个写入关去 我看能不能从内存本读出来 如果能读出来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使用了 和信一下 是不是可以了 都是在内存存取的数据 速度会比其他的快得多 对吧 那现在能读能取了 那你再看一下 我们是不是其他的方法 也得写完 删除 直接调用SELF里边的MEM 里边有一个DET Delay的方法 只要存一个SID 从这里立即删除 是不是就可以了 你要写10的话 就是10秒内删除 对吧 立即删除 那这样的话 我们一有DET 就能把它修回掉 对 对吧 这很简单 我就不应该演示了 那GC怎么写呢 拉一规收 怎么样过期的 都删除掉了 MEM 这个其实是最好写的 怎么写呢 Retain 真就可以 那说 Retain真 这个不就直接没处理吗 的确没处理 咱说了 MEM 开始本身就有清理的工作 你存数据 它有存时间的 我们现在存的什么 零 是不是永远存的 我现在把这个零 如果换成谁 这个 是不是咱们只能配 人家最大生活之间 如果过期的话 你用咱们采用P2P垃圾 回收器把它回收吗 不用 MEM 开始是不是就回收了 过期就回收了 所以这里边也不用过期的 你都不用P2P垃圾回收机制 是不是效率会更高了 不用P2P垃圾回收机制 你想想配置文件的这些配置选项 你还用说指定 指时间一定要指定 对不对 这个比例的值 那你就怎么的 可以把它关掉 对不对 对 像刚才那个 这个对不对 比如说 1000 对吧 或者18 是不是就可以把它关掉了 对 当然我这会儿 最好改回去 因为后期咱们用其他的 会有影响 然后1440 改回原来的状态 对不对 顺便能给改回去了 你看 这样我们就把MEM 开始就已经想回 达到我们的目录了 多个服务器分布室 卖没开始自己 是不是就完成了 垃圾回收 卖没开始自己 只要你添加的时候时间 比如说指定50秒 50秒这么多的删除 对吧 那有的时候那个时间 咱们现在是用赛的 对不对 那你每次设置的时候 都指定50秒 每次设置都是指定50秒 只要你操作 是不是时间也会跟着东西呢 对吧 当然 不过这个 咱们还可以去 进一步的去录画 比如说 把绘画控制的 就是那个 SID加上一些前缀 防止都 防止都和项目间 通过 是不是也都可以做 大家可以再继续优化 但是这个基本功能 咱们就实现了 咱们也做实验演示了 所以用MEMICAR这种方式 是比数据库和文件的方式 都简单了 而且内存这种效率是外高 另外 机制用MEMICAR的机制 去处理的 那么它省了 PAP的一些处理工作 对不对 另外它的数据 都是临时信息的 跟MEMI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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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是非常非常地像 所以我建议大家 用MEMICAR 处理绘画信息 对吧 但是单菜服务器什么的 你就不公去管了 对不对 如果项目比较大的话 可以采用这种机制 那我们把它放到项目里边 看下能不能用 那上个例子 我们在这里边 把这个包含怎么样 是把它去掉了 现在我们再把它开起来 对吧 好 我们现在运行一下这个 Login就在MEMICAR 是不是可以 推中 重新登录 对吧 通 推中 重新登录 是不是一样了 而且我们这样的话 你只要把精力 放在写其他场上 行了 放在内存的话 你什么都公布 是不是就好一些 这就是MEMICAR 出的公式 当然了 除了用MEMICAR 的话 你项目比较大的话 比如内存不够用的话 你可以用radius 结构跟这个很类似 对不对 你只要学会 因为咱们课上 现在还没讲radius 大家可以先学 radius 能送个数据库中的一种 对吧 然后怎么连接 怎么删除 怎么钻盖啥 根据原理是一样的 让大家学会那数据库 还会peerp 在peerp程度中 操作radius数据库 对吧 那么你就可以写出这样的程序 咱们已经写了三个了 对吧 对 那咱们花这么长时间 讲了这个绘画 其实后边这个课程 大家是了解就快了 对不对 除非你做大项目用到 那目的就是大家 更深入的了解绘画控制 对吧 然后呢 达到更深入的了解 peerp程序的问题 对吧 那到现在为止 peerp的一些基本语法 基本上咱们都 做项目的基本语法 基本都不用了 所以学到这的话 大家就可以完成项目了 你现在看到的项目的所有的代码 基本上都是讲过的内容 不能说全部 对吧 语法部分肯定都没问题了 对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我们就就到这里 那也结束了我们 项目控制的这个介绍 所以希望大家在项目里边 能把它用出 好 再见 拜拜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 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